上個禮拜 上次上課的時候 反正我們就教了物件四面模型 他到底怎麼walk的嘛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最後我們拉出來的是一張高階特徵圖 然後這個高階特徵圖上的每一個格子 他都要去預測這裡有沒有東西 然後如果有東西的話 他的框要怎麼去revise 需要四個參數去revise那個框 他的長寬要怎麼縮放 然後他的中心位置要怎麼移動 就X軸跟Y軸 所以總共四個information 那最後你還需要知道它是什麼 那我們如果來看這張圖的話 它大概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XY跟長寬 然後還有這個它是不是個東西 那另外就是它到底是哪個class 所以每一個格子的輸出就是長這樣子 所以這個你要搞得非常清楚 24x224x224x3的圖像 經過一系列的卷積操作之後 它應該要剩下7x7xN的特徵圖 這個224跟7它差別就是32嘛 所以它降為32次 就是它downsimpling的size是32 這個大部分的捲基層機網路都會長這個樣子 那最後這個7x7xN 它就必須改成7x7xM 這個M就根據你設計出來的這個數字有所不同啊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皮卡丘 請問一下它M是多少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7 為什麼是7 拿7個 前面5個 前面5個 然後勒 皮卡丘 皮卡丘1個 那就總共6個而已啊 而且它100%是皮卡丘嘛 因為今天只有皮卡丘啊 沒有其他的了 但如果皮卡丘又有小火龍兩個類別 那這樣就是 所以總共就是7了 所以是5加 5加 N N是N number of class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可是這邊有個問題啊 你一個格子 一個格子你要有幾個框 我們在這裡 我直接跟你講 這個皮卡丘的分類圖像 它的圖上面永遠都只有一隻皮卡丘 所以說這是我們設計的圖 這個dataset啦 所以說這個 這個你不用擔心 反正就是 你就輸出1就好了 所以這裡要乘以b 那如果你的 任務比較多 這種在一個格子上面重疊的圖像 你這個b可能就要射大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主要說你要識別人臉 那你這個東西大概 我個人覺得你這個b射個1啊或2啊 其實也都可以啦 因為人臉你要重複起來 那你還要識別什麼啊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可是如果你是識別 一些 呃 主要說什麼 呃 主要說螞蟻好了 那螞蟻這個密密麻麻的 那它可能就要蠻多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不過 還有另外一種解決方法 就是我不要刀川佩林那麼多次啊 比如說螞蟻很小嘛對不對 你這樣刀川佩林32 那我可不可以刀川佩林8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的那個什麼 SSD 那個 那個 前面交的那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在做這種事情嘛 它在比較低階的特徵圖的時候 它就把它打上去 還記不記得 還有一個倒三角形的這個 就是 金字塔網路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這個的話 我們必須非常確定 我們的這些output 總共有6個不同的格式 第一個是可信度 可信度 是 前面的這個 object score 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就介於0到1之間 所以它是不是要經過SIGMORE的轉換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輸出它需要經過SIGMORE的轉換 第二個 Y座標 這是一個相對位置 注意喔 這個Y座標 我們應該是想說 在這個格子裡面 主要說00在這裡 00如果是在這裡的話 那 這裡可能就是 呃 這個10 因為它X軸 變成1了嘛 對不對 那這裡可能就是 01 X軸是0 Y是1 那在這裡可能就是11 那這裡就是0.5 0.5 這樣可以吧 所以它也是一個延續的位置 對不對 那它是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那 這個是個0到1 但是它可不可以經過SIGMORE的轉換 可以嗎 欸 這個可以啊 因為 SIGMORE的就是0到1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可是它可不可以不要經過SIGMORE的轉換 它其實也可以啊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但是這個 這兩個要SIGMORE的或不SIGMORE都可以 這都可以 好 接下來 寬度 寬度 寬度是 我們的這個 我們原來的 如果我們直接預測的話 如果寬度是1 寬度是1的話 我們這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大小 長寬如果就是1的話 就是這個紅框的大小 我們Default認為它就是這個大小 那它如果要 它可不可以拉大 可以啊 它可不可以預測一個這麼大的框 那這兩個的框 寬度是它的幾倍 5倍對不對 所以寬度是一個 借多少到多少的數字 它必須要大於0 但是它 可以到很大 它可以到無限大 這樣跟我意思吧 那所以寬度我們要怎麼樣經過處理 來我跟大家講 寬度非常簡單 我們原始輸出一定是負線大到正無限大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做了一個 這個 Exponential 就是指數轉換 那它就一定是一個大於0的數字 這樣可以吧 它輸出就一定是大於0 那 這樣子的話 呃 這樣子的話 預測啊 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們比較常見的做法是 我們先算出 我們先算出我們的 原始框 這個框跟這個框 它是它的幾倍 然後把這個框取LOG 取完LOG以後 取完LOG以後 啊我希望我這個軸 它預測出來的是取LOG之後的數字 那這樣就是負線大到正無限大嘛 對不對 如果比1小 就代表框要縮小 那就是負數 比1大就是一個正數 那我來預測那個對數轉換之後的這個數值 所以它的輸出其實是不做任何處理的 這樣都有意思吧 高度也是一樣 好那 類別1 類別 因為它只有一種可能性嘛 在我們的任務中只有皮卡丘 那 這個部分 我們 可以把後面的這些東西 這些 這裡面的地方 全部一起做Soft Max 這樣子它 總共加起來的機率就是要1嘛 對不對 那這樣我就可以從後面去決定 它到底是什麼 這樣可以吧 可是還有另外一種想法 另外一種想法是我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做Sigmoid 那它數值超過0.5那就代表有 為這樣的做法有什麼好處咧 來我們看一下喔 YOLO Version 1的時候是Soft Max YOLO Version 3是Sigmoid Soft Max就是我一定會有個最大值嘛對不對 Sigmoid有什麼好處 如果你的這個框同時它有多個標籤 覺得它是一隻 棕色的狗 或是 男性 人類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有多個標籤 那 所以說 其實下面這個方法比較好 它就是一個多標籤 我 後來 以後後來大家都用這種方式了 好 這樣懂我意思了 好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邊討論一下一個問題啦 為什麼要用相對位置不是絕對位置 什麼意思咧 到底我們現在的中心點 我們中心點在這裡 我們要用全圖的絕對位置 還是用這個格子的相對位置 請問一下我要用哪一個 用絕對位置還是相對位置 我剛剛講要用相對位置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要用相對位置 你如果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就代表你對 你對這個Deep Lending Model 這個Model 其實是相對熟悉的啦 這個 來 李俊河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你覺得 絕對位置跟相對位置哪一個比較好 相對位置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 還有什麼理由 轉成0到1 這裡也可以轉成0到1啊 如果你用原圖的話也可以0到1啊 不知道 有大有小 沒有啊 就是圓圖啊 好我直接跟你們講為什麼 因為你要這樣想啊 這一個 這一個 特徵圖卷機卷到這裡的時候 跟卷到這裡的時候 它的卷機層的參數是不是共用 是共用的 是共用的喔 所以你相當於有一個小網路在掃這裡 有一個小網路在掃這裡 對不對 因為你是 全部的卷機層都是共用的啊 這樣可以吧 他們因為圓圖長得不一樣 所以這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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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超參數跟這一格的超參數是不一樣的 但是無論如何 他們的 他們還是共用的 他們就是 你要想的是 這一格就是一個卷機神經網路掃上來 這一格也是另外一個卷機神經網路掃上來 他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是共用參數的 所以 如果我現在 在這個格子 我預測的是絕對位置的話 這就很不合理 因為它是一個卷機神經網路啊 你要把這個格子當作是一個卷機神經網路 所以它只能預測的範圍一定就是自己這個卷機神經網路的範圍 它不能預測其他地方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它預測的是這個格子 你要把它視為一個卷機神經網路 只是我們把整張圖一起 做卷機神經網路 這樣懂我意思 它本質上還是 卷機神經網路 在這樣子的掃描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它是一個相對位置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高度跟寬度的輸出是經過Exponential 而不是ReLU 你不是 不是都是 小於 小於0嗎 不是小於0的都是不要嗎 為什麼我們不要用ReLU 好這個很簡單啊 ReLU容易T度消失嘛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ReLU容易T度消失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用ReLU哦 我們現在已經在輸出了哦 你在輸出的時候 最好都不要用ReLU哦 這樣好不好 那為什麼不要先指數 為什麼不要在網路裡面指數轉換 要將原始值處理 對數處理 然後再做 副線大到正如線大的預測 為什麼 好還是一樣 也是T度容易爆炸 這變成是T度容易爆炸 為什麼 因為Exponential的導含數是什麼 也是Exponential 它數值其實是非常大的 好所以說 在這裡我們 反正人家已經釋出來了 我們就照人家的定義做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啦 首先我們要先把我們的 我們在這裡先下載一個 MobileNet V2的模型 我們 這個實驗非常好 運算資源啦 因為你可以想像它是 多個神經網路一起做嘛 對不對 多個卷經網路一起做 所以請你用我們在這裡 最小的網路 MobileNet Version 2 你要用ResNet的話 這個 GPU可能 大家一起用的話會撐不住 但是 以後 我希望你們在做自己的論文或什麼的時候 你們可以用ResNet MobileNet比較準 MobileNet比較不準 但是因為皮卡丘任務太簡單了 所以說這個 所以說這個 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把圖 然後你必須在這個 這裡 下載MobileNet V2的模型 那我們來試一下用它來做圖像分類 就這個MobileNet V2 它必須 所有 用這個網路 的圖片 都必須經過這個函數來做處理 它必須先-123-116-103 然後並且把它resize成24x24 好就是 它必須是做這樣的錢處理 才能夠丟到我們的MobileNet V2 那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做錢處理 因為當初我們在Training網路的時候 就是這麼幹的 這樣可以吧 哼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把它讀進來 我們來把它讀進來 好那我們把圖讀進來 好我們來把 我們先把圖給秀出來 這張圖是貓碼對不對 這樣可以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MobileNet MobileNet V2 它預測出來的結果如何 好它正在預測了 好它說它是貓 百分之百 好所以MobileNet V2 其實還算準阿 這樣可以吧 但是它的網路是小的喔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定義一下 Model Architecture 那我們來定一下 Model Architecture的話 你可以參考Github的語法 但是我直接跟你們講 我這裡到底在做什麼 首先我需要一個 DW Convolution的 function 這邊我用的是DW 深度可分離的 這個捲基層 那這個講真的 你只要試捲基層就好了 其實不重要 就是你只要在 你就是 你就是要在MobileNet V2 這樣的一個網路基礎之下 再往下疊卷基層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寫成什麼 其實不重要喔 好那我們先複製過來 然後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好我們先把它縮小 大家貼的時候注意一下 那我們這裡有 Convolution function 這邊有 DW Convolution function 這邊我是要多疊一些的 然後第二個是 我有 Convolution function 然後我還有YOLO Map function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輸出 重點不是 重點是什麼 重點 不是Convolution 跟 這個 DW Convolution function 重點是這個 YOLO Map function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 輸出 我們現在Basic Output 在這裡 到這裡 複製到這裡為止 我們應該要 這個 我要先 我是 第13課 到這裡為止 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先把它中間的這一層把它抓出來 那我要怎麼看它到底有哪些層呢 一樣 我們可以用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全部輸出出來 我們掉的大概就是最後這幾層 那我們可以自己試一下 這一層如果我們給它吃一張 256x256x3x7的 這樣的一個高階特徵圖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這樣子之後 我們 需要 再經過三個 這個 我們寫這些函數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Basic Output 經過DW function 的時候 我們產生YOLO Convolution1 對不對 我們再給它經過一次 這個Invershape 我們看一下 它到底會變什麼 它還是8x8x320對不對 所以這其實我只是在加深那個網路 然後我再加深一次 我再加深一次 這樣子的話 我的 我在這一層 它的輸出還是8x8x320喔 所以說 其實我這三個 function 其實這不重要 我只是在加深那個網路而已 那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加深網路 不見得要用我的方式 好 關鍵在這個YOLOMAP function 我們先 直接RUN過YOLOMAP function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它會變什麼 最後它就變8x8x6了對不對 這個8x8x6 是不是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 目標 8 就是最後6 就是這6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YOLOMAP function 裡面它是怎麼寫的 來 首先 我們要先把 InData 把它做DROPOUT 這個很容易理解 我只是要 我就是要做一些 就是 防止過度擬核的東西 接著 Convolution 變成 FINAL MAP的 數目 所以就6嘛對不對 好 重點是 我在這裡把 這6個 FUTURE MAP 把它做 那個 就是把它做分離 把它做分離了以後 咧 我說 第4到5個 以外 我都要做SIGMOID 就是 我除了45 45是什麼咧 45就是我的高度跟寬度 4跟5 我不做任何處理 剩下的 我都要做SIGMOID function 如果是4跟5的話 我就直接輸出 然後我再把它疊起來 所以除了第4個跟第5個OUTPUT以外 我全部都是0到1之間的數 這樣可以吧 所以 大家知道這個YOLOMAP function在做什麼了吧 好 OK 那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的YOLOMAP 我們的Model Architecture 就寫完了 這就是我們的YOLOMAP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我們要寫 這是我們Predition function嘛 接著我們要寫的是Loss function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我們Loss function 要長成什麼樣子 來 這寫 這一個 是SIGMOID function 請問一下他要接的Loss function是什麼 Cross Entropy 好 這個 這個輸出要接什麼 3X平方核好了 因為 他 注意他不是SIGMOID 他不是 雖然他SIGMOID的輸出 但是他不能接 Cross Entropy喔 因為他的Y 也是0到1之間的數 所以他就是 3X平方核 這個也是3X平方核啊 這個是不是也是3X平方核啊 這也是3X平方核 這個 也是Cross Entropy 這樣夠簡單了吧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Loss function長成什麼樣子 好 這樣有點難看啊 我們先看 X是什麼 X跟XART X就是那個 X座標要怎麼偏移嗎 欸 殘差平方核 Y座標呢 也是殘差平方核 所以 夠簡單了吧 我們先不要看前面的啦 我們先看這裡好不好 夠簡單啊 好 再來 這個 這個 W呢 開了根號之後 做殘差平方核 我告訴你 這是他原始的式子 但是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這個根號 因為我們現在是負無線大大 正無線大大之間 所以請你就不要開根號了 這個開根號是 如果你做指數轉換的話 才會開根號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這裡就是 也是殘差平方核 殘差平方核 那 在這裡 第三個我們無論如何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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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原始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殘差平方核 但是你可以做 殘差平方核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 損失按數是有點粗糙的 這是原版的 我們來看 原版的 其實有一個關鍵 我們要選的 就是前面這個東西 前面這個東西 叫什麼 這邊是不是有 OBJ 跟 NO OBJ OBJ跟 好 什麼意思咧 如果是 C是什麼 C就是 這個大C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輸出 這個輸出 如果是 NO OBJ的話 只有這個 要做training 也就是 NO OBJ 然後前面有個 浪檔 這個要決定 negative sample 我只需要學 這個東西 negative sample 我只要學 可信度 也就是說 如果這樣的一個 狗狗的這樣的一個 預測 除了這個格子 這個格子 是positive 剩下全部都是negative 對不對 剩下 negative sample 我全部都 我只需要學這個東西 就學 不是 剩下這些東西 我都不學 我都不要給它更新T度 為什麼 當然是這個樣子啊 沒有意義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如果這個格子呢 我就全部都要學 這個我也要學 剩下的我也要學 所以 你必須在前面層上 這個格子到底有沒有東西 這個就是有這個格子 有沒有東西 的意思 有東西的話 我們就是全部都要學 沒有東西的話 我們只學那個可信度 好然後 這邊是不是有個讓打 這個讓打很重要 代表的是 衡量這個跟這個的權重 有positive negative sample 在物件識別任務裡面 一定是超多的啦 因為我整張圖 我以皮卡丘為例 整張圖我八成八個輸出 總共六十四個對不對 但是我只有一個是 一隻皮卡丘 所以我一定是 一比六十三 大部分的任務 物件識別任務裡面 這個數字都 鐵定是要定的很小的 因為這樣的 你正負樣本才會平衡 好 那這個數字呢 是做這個的修正 這個 這個 呃 框的修正 框的修正 通常我們要定一個 稍微大一點的數字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框預測的準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數字我們通常定個 比較大的數字 這個數字我們定個比較小的數字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的Lost function 要寫成什麼樣子 我們直接 先複製貼上 然後我們一點點看 我們剛剛是我們的YOLOMAP function 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MSE function 我們需要哪些參數咧 DATA跟Label 還有 OBJ OBJ就是有或沒有 這樣可以了解吧 有或沒有 那 這個LONDA 就是我的 我的比例 好 這個M 那裡面 MSE就是參加平方核 這個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們就直接跳過 接著 Cross Entropy 一樣 Label 跟DATA 然後 OBJ跟LONDA LONDA 一樣就是我衡量的權重 對不對 好 接著 我們YOLOMAP function FINAL PAP 6進去之後 首先一樣先切開 先切開 然後第一個是我們的可信度 對不對 第一個是我們的可信度 可信度 可信度是不是 這一個 可信度就是兩個都要算喔 但是這個全重化比較小 Negative Sample全重化比較小 Party Sample全重化比較大 來 所以 可信度我們先 乘上 我們先乘上 這個LONDA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東西啦 就是 這個 就是 我們的前面那個LONDA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的LONDA 看著喔 我們的LONDA 如果是Pasitive Sample的話 Pasitive Sample的話 我們這一個 LabelSplitter 就是 Label就是我們有或沒有嘛 對不對 LabelSplitter 如果是 Pasitive 如果是1的話 就是Pasitive Sample Pasitive Sample的話 我就是要乘上 LONDA 乘以Wait 如果是 Negative Sample 我就只要是1 我固定是1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 如果是這個 這是在第一個喔 這是第一個就是 這可信度 可信度 我才要做Negative Sample 剩下的所有東西 我都只做Pasitive Sample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 我們的LOS Function 這樣就寫好了 最後全部加起來 最後全部加起來 最後全部加起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可以做出我們的LOS Function 得到我們的 FINAL YOLO LOS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程式寫得有點複雜 你要懂概念 概念就是 只有 Negative Sample 只做可信度的預測 Pasitive Sample 全部我都要做 就這個樣子 好 那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下一個問題是什麼咧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把這樣的一個框框 把本來本來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要把Data先讀進來 本來我們的框框的Information 是長這樣對不對 我們需要把它轉換成Label的格式 Label的格式長成什麼樣子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裡是不是要轉成六個數字 對於這個格子我們要轉六個數字 哪六個數字 00000 全部都是0 為什麼 很簡單 它什麼都不是啊 這幾個格子是不用學的 所以你直接帶0就好了 這個格子咧 0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個咧 也是00000 好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格子咧 這個格子就比較tricky啦 這個格子就是 這個長框我可能要修正嘛 對不對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它的X跟Y 可能要 也許剛剛好就是中間 所以就0.5 0.5 那這個W跟H咧 這W 這個倍數有點多 這個5倍 這個10倍 那可能就是5倍跟10倍的Log轉換之後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 這個機率咧 百分之百 所以就這樣你就知道要怎麼處理了吧 所以我們需要想個辦法 把這樣的一個物件 就是儲存物件的格式 把它轉換成剛剛那個樣子 好我們先把Data給讀進來 你必須先在這裡下載所需要的檔案喔 你必須在這裡下載檔案這樣可以吧 唉 唉 唉我不行 不小心關掉了 好我 呃 我要把它 還原回來 好我 我現在要把這樣的一個檔案讀進來囉 那這個檔案是我已經 就是我已經 就是 我已經處理好的檔案 好我們先把Training Box Info把它抓過來 皮卡丘 然後這個 這個 左正腹就是 就是 Column Left Right Raw Button Raw Top 就是我的框的位置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 把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Training Image List它長成什麼樣子 它其實是一串 這個 呃 64位元的這個 這個 這個Raw Factor 這個Raw Factor 你需要用 Read的JPEG檔 Read的 點JPG 把它還原回來 然後再用 ShowImage把它秀出來 這個ShowImage 函數你可以直接用啊 你可以不用管 直接用就好了 反正這個ShowImage函數 就是你把 Image跟BoxInfo丟給它 它就會把它畫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它秀出來啊 好我們要看Image ID 我們現在resizeImage 拉出來之後 它的Dimension 變成256x256x3 這樣可以吧 好 SubboxInfo 我們把它抓出來 這個SubboxInfo 就是第一張圖 皮卡丘的位置 我們用ShowImage 就可以把 ShowImage在這裡 好它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是這個皮卡丘 好 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 函數 為了要幫助大家教學 我們想要 我們有個叫ShowGrid的 這個參數 我們把它趕True 好看到了吧 這個是1-1的格子 這個是1-2 這個是1-3 這個是2-1 所以我們的皮卡丘 是不是 中心點大概在這裡對吧 所以對於4-6這個格子來講 我需要給它特定的Label 剩下的格子都是 00000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在這裡 我給大家一個叫 這邊有幾個Function 一個叫 IOU Function 因為我們在未來在Decode的時候 我們要做 就是 非極大抑制 的這個東西 非極大抑制 我們需要IOU 所以我們需要來算這個 它到底 差異是多少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Incode的Function 跟一個Decode的Function 這兩個Function 都非常的複雜 這兩個Function 我都已經寫好了 你只要格式用的是一樣的 你根本不需要改這兩個Function 這兩個Function 我都已經寫完 寫得非常完整 這樣可以吧 好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未來要做碩士論文 或者你要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直接抄這幾個Function 不需要 你不需要就是 你不需要改這幾個Function 那我們試一下喔 你把這樣的一個 Image 把它的 Subbox Info 把它 丟去 Encode Label 我們來看一下 Encode Label長成什麼樣子 好看著喔 來 是不是只有 是不是 第一個 是不是它的可信度 除了 46這個格子以外 是不是全部都是0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接著 在 剩下都是0 但是在46這裡 這個是什麼 它的Exo 欸這個好像 這是它的上下 上下 好上下 欸 是不是它下了一點點而已 這樣可以吧 它的中心點大概在這裡嘛 所以它大概在這格子裡面 它大概是0點幾的部 0.0幾的 0.06的位置 這樣可以吧 好 好那 這個0.4代表它是 從這裡開始算0.4 這樣可以接受 好 下面這個是什麼 它的框 是不是比這個小 這個框是不是比較大 它的寬度是不是變小了 所以它是一個負數 對不對 這個高度是不是要放大 所以它的高度是一個正數 這樣可以吧 這個東西Exponential之後 就是它的高度了 這樣可以 好 最後它就是皮卡丘 所以這毫無疑問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 Incode label 如果你直接把它丟到decode function 你就可以還原回來 變成它的box info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它們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它就是只是還原回來而已 這樣可以吧 好 我直接丟給show image 它可以秀出一個 一模一樣的地方 這樣可以 好 所以 你這樣你知道 incode function 跟decode function 它在做什麼嗎 你如果不信 你可以換一張圖 我們再試一次 image resite image subbox info 我們再看一次show image 這一次是在45的地方對不對 好 45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incode label 好看到了吧 在45的地方在這裡對不對 好 它的exo 這次它的exo 它要下來一點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它這一次你看是0.45 然後這裡是0.42 它大概在這個位置 這樣可以接受 好 然後 它的框 這個也是縮小 這個有稍微放大一點點 縮小一點 放大一點點而已 這樣可以吧 所以很小 然後最後這裡是1 好 所以你已經知道這個incode function 在做什麼了吧 夠簡單吧 這樣可以齁 好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我都已經幫你寫好incode function 就請你直接用了 這樣可以齁 那decode function我也幫你寫好了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編寫我們的iterator 我們要編寫iterator的時候 注意一下我們允許兩種data augmentation的方式 如果你不做data augmentation的話 你的樣本原位都是不可能夠的 所以我們這裡就直接教你做data augmentation 好 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 好我們的data進來之後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imageID要把它吃進來 吃進來之後我們先決定我們要哪些imageID 然後我們把圖把它抓進來 我們得到一個benchboxinfo跟一個imagearray 然後我們做隨機的翻轉 那翻轉了以後 如果你做水平翻轉的話 皮卡丘可不可以水平翻轉 當然可以水平翻轉 對不對 那你做翻轉的時候 你的box label 的column也需要做水平翻轉 這樣懂我意思吧 水平翻轉就是1- 本來是0.8你就要變0.2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只有水平方向要做喔 好然後接著你要做crop crop就比較難了 因為crop 我們可能是本來是256x256 我們要把它變成24x24 randomcrop 那你的box也需要做 重新的這個 重新的位置的定位 這樣懂我意思 這個稍微難一點 你直接看就好 你直接用就好了 好那我們直接 把這個 iterator core把它 弄完之後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 iterator 是否正確無誤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當你 當你 就是 你這個 iterator 尤其是randomcrop 那個部分 它其實是不好寫的 所以你為了確保自己 寫的是沒有問題的 請你一定要試 試一下出來的東西喔 我們把 data做出來 好我們來把第一張圖弄出來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注意一下 我在裡面有做資料 前處理 所以我為了要重新秀出來 我必須要 加123 加116 加103 然後再處理125 這樣可以 這樣才是我的原圖 好 我的原圖 然後我的 這個 test label 它現在長成這個樣子阿 這個很麻煩 我要做 我要做 decode 這樣我要做 decode 對不對 decode完了之後 我會得到這個boxinfo 這個boxinfo 是我randomcrop之後的boxinfo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showimage 看到了吧 它框到了還是對的喔 這樣沒有問題喔 所以說 我們現在這個iterator 是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多試幾張圖啦 你可以imagesequence打3 再看一張 好看到了嗎 它困到還是對的 所以我的test label 跟我的test data 我現在就要做卷機神經網路 來做 data跟label的相對應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本來這個物件識別模型 它聽起來是很複雜 但實際上做起來 我們還是那幾大元素 我們首先要先產生出 data 跟label 那這個data跟label 剛剛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去定義 你現在就是記住它的定義就好了 那你說為什麼人家這樣定義 我上節課 一路告訴你這個發展眼鏡石 對不對 最後人家就發現這樣定義其實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這個 呃 architecture 它的確要寫的比較複雜 lose function 也的確要寫的比較複雜 但是它還是這些元素在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你看你把data準備好了 你把architecture 跟predition function 跟lose function 都準備好了 後面是不是就會非常簡單了 後面是不是就非常簡單 我們就把它拿來做training就好啦 好 這邊還有幾個support function 這個support function是 我想要隨時監看它的lose 跟它的這個 並且把它的這個 就是 model把它存下來 就這個樣子而已 就是 我隨時要存我的 我每做完一代 我就要存我的model 好你可以開始訓練啦 那 開始訓練 你就直接貼上來就可以開始訓練啦 你要注意的是 為什麼我要做 我必須先initial parameter 然後 並且把 這個 pre-trained model的 這個 parameter把它先填上去 這我在做轉移特徵學習嘛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做啦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要做啦 開始 好 它開始training了 好 你看它的lose一開始是0.82 然後接著變0.67 它lose是不是越來越小了 這樣可以吧 它現在bench 每10個bench 去做一個output 然後我現在等一下 我會把 結果存在model這裡 它等一下會一直存一直存一直存 這樣可以喔 好 那這個過程啊 我希望大家 都 親手做 做出這個過程 並且到這裡來做預測 我們之後會有validation的data 我們來看看validation的data 你預測的準不準確 好不好 重點不是 這個重點是 你要親手training出一個模型 欸我這邊只做一代啊 我這邊 你可以做100代好不好 但是我這邊只做一代 好那你可以 你親手做出這個模型以後 這個 你如果懶得training完100代 你可以直接下載我們的這個yolo v1model 就是我們用剛剛那樣子的模型training 100代得到的結果 這樣好不好 好那我們先給大家練習一下啦 那大家要現在 先把validationdata 把它做出來 你先把validationdata 這個validationdata 我們是不是 我們現在是 直接用它的標準答案喔 我們現在是直接用它的標準答案 那它還沒有問題嘛 那現在就是 我希望你把image 丟給 你的yolomodel 那你predict完之後 你在decode decode完之後 你可以得到一個box import 你把它預測看看 看準不準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就先給大家做到這裡啊 大家至少要全部貼過一次啊 因為這個過程非常的長啊 我們不太可能知道裡面的 每一個細節程式是怎麼運行的 但是你必須做過一次 好我想就是 我想這個 就是要預測這件事情啊 本身並沒有那麼難啊 就是 呃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啊 首先 你要先選一個你要用的 那個image ID嘛 好那我們把這一張弄進來之後 我們先用showimage來看一下這張 來看一下這張圖 好這個皮卡就在這裡對不對 好那皮卡就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要做預測的話 我們必須先把它做前處理 前處理就是我要剪掉 這個什麼123113那些數字嘛 好這樣可以吧 好我做完之後這個image array 它現在的dimension 注意它的dimension喔 它就是256乘256乘3乘1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接著我要拿來做 我要把模型拿來做這個 呃預測 那這個預測非常簡單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predict y等於 好我們用貼的好了 predict out 我們的model就是yolo model嘛 那我們的這個 x就是image array 啊注意一下 我這個model只訓練了 欸 怎麼可能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yolo model 我現在應該有個yolo model啊 哦這個yolo model 注意一下 這個yolo model 它 因為我直接training的時候 它最後是到loss function 就是它最後是到 到這個 就是 它最後是到loss function 我要把它改成 最後是到 yolo map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要先把它改掉 這個yolo model 它的 這個 它的architecture是到這裡為止 好這樣我就可以預測了 好預測完了之後 它長成這個樣子 它長成這個樣子 我需要decode的這樣可以吧 那我decode的就用decode function嘛 這個非常簡單 就我已經寫好decode function了 欸 欸decode出來 結果什麼都沒有啊 因為我這個模型只訓練了一代啊 我們來 切點稍微改一下好了 0.3看一下 還是沒有 好啦算了 那我們這樣子受不了了 我們直接把那個model讀進來就好了 就我們直接把這個就是我們 這一刻 我們剛剛給的就是 train100代的那個model給讀進來 好我們把它我們把它讀進來之後 我們再做一次decode 好它這樣出現一個了對不對 好出現一個那我們就是把它秀出來就對了 好抓了還可以啦沒有抓到很完美對不對 但是是有抓到的喔 而且還是有也是有拉出的框 這個框差距 呃是有抓到但是差距 呃就是也不算太離譜啦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所以說 所以說我們現在這個 呃我們現在這樣子 就是做的 我個人覺得是還不錯啦 這個呃至少我們有辦法抓出哪個地方有什麼東西了嘛 對不對 如果今天這個給你一張這個圖 AI預測在這裡 你大致上應該也可以接受啊 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物件識別模型的準確度評估指標 好大家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如果要training model 我們最重要我們其實 呃我們需要量化出它到底有多準 請問一下現在這樣大概多準 你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連指標是什麼都還不知道啊 好我來跟大家講指標是什麼 指標 叫做MAP Min Average Precision 那這個 Min Average Precision的話 我們到底是怎麼去計算的呢 我們重點是Average Precision 我們不是 M 是代表它有很多個類別 然後我們把它平均起來 但我們皮卡丘只有個類別 所以就是Average Precision 什麼叫Average Precision呢 這個 Precision 這個 這個字啊 基本上 就在機器學習裡面 它跟Precision 它跟Precision 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就是 只是說機器學習的領域裡面 他們喜歡把Precision 叫做Precision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那個 Average Precision 是說在一個 每一個不同的Record之下 每一個 所有Precision的平均值 Record是什麼呢 Record就是Sensitivity 機器學習的領域喜歡看Sensitivity 跟 那個Precision Precision 這個跟我們喜歡看敏感度跟特異度很不一樣喔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 我們要畫一條 Precision 乘以Record Curve 它可能會長成這個樣子 那並且計算它 曲線下來面積 這個就是Average Precision 在每一個Record之下的 這個 Precision Average Precision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喔 就是 在物件識別領域 我們在某些情況下 這個 降低Record 反而會提升 這個 這個 Precision 那這 什麼意思呢 就是Record 如果 照道理來講 Record如果越高 Precision 應該越低 因為他們是一個Trail Off 這樣可以了解 可是你畫出來的圖 常常會這個樣子 這是很正常的 那 這個 物件識別模型 的評估指標 它認為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我就絕對不會用這個切點 對不對 所以 我應該要把 這樣 我必須要用 最右邊 最高的那個點 把它拉過來 如果它有兩格的話 我就要用它來拉喔 這樣子的話 我計算出來 虛線的 這樣的一個曲線下面積 這才是 Average Position 這是 人家 在 做比賽任務的時候 公定的 這個 準確度指標喔 所以後來 現在大家在做 物件識別任務的時候 基本上 都用這個 東西當作準確度指標 這樣可以吧 好 你是要怎麼去計算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 你現在有一些Sample 你現在有一些Sample 來 你的Predict Value 是 0.93 0.75 0.67 0.7 0.8 0.91 這就是你預測 可信度的 旁邊帶的 機率 好 那你實際上 你的Real Value Real Value 就是 你實際上有框還是沒框 這樣可以吧 好 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就是 你 你這邊有拉中一個 拉中 這邊拉中一個 你依據預測出來的框 你一定知道它有沒有拉中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總共有幾個框 你還是要告訴我 因為它有可能就沒有被你Predue出來的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實際上的總框 實際的總框數 這個是你預測出來的幾率 預測出來框的幾率 這個是你到底有沒有圈中 你到底 你圈的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一個框 好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計算出 它的 這個 Average Precision 它是 它是這個 呃就是 呃 還需要算這個 好如果我們的數字是 我們給這幾個數字的話 它的 Average Precision 就是0.55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你 你不需要知道這邊怎麼算的啊 你只需要知道概念就好了 反正我下面程式已經寫好了 Average Precision 就是這樣計算出來的 好那我們現在問出來啊 那到底什麼叫有中 什麼叫沒中 你這個框到底算不算有中 不知道 你覺得算有 那怎麼樣算沒有 這樣就算沒有了 好所以我們又定義出一個指標 就說IOU IOU就是 我的 IOU就是 我們的 我們剛剛有Label嘛對不對 我們的原始框 其實應該是長成這個樣子 我來show image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Valet Box Info 好這個是原始框啊 這是原始框 這是原始框 那這一個是我預測出來的框對不對 我要比較這兩框 到底有沒有 猜中 我用 我用一個東西叫IOU來算 IOU就是 我這兩框可能會不重疊嘛 對不對 我的連擊的部分 分支交集的部分 這個數字 百分之百就代表兩個框完全重疊 百分之零就代表完全沒有重疊 這樣可以齁 好這樣的一個 IOU 我們來計算一下 IOU如果大於0.5 就代表他預測成功 也就是說 我在這裡可以給他1 如果 如果反之我就要給他0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IOU function 我們只要比較這個Valetation 就是 這個SubboxInfo跟PreduxboxInfo 他們的IOU 我們就知道 他的這個數值是多少 他的數值是0.42 代表是 其實剛剛這個預測是 不成功的預測 你發現這叫不成功的預測 你有沒有覺得IOU這個指標其實非常嚴格 0.5的IOU其實已經非常嚴格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你在機器學習模型 你看到的準確度指標 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來抄YOLO Model 我V3好了 我選 我選 好我們來看一下YOLO V3 我們來看一下他說他有多準 你現在已經知道他是一個很很很 很嚴格的指標了 所以你看他說他的YOLO V3 他的MAP50只有57.9 MAP50這個50是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IOU50才算數 只有57.9 聽起來很爛對不對 你知道道理要百分之百嗎 對不對 好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MAP50 57.9的模型 他實際上 準確度大概有多高喔 他這邊沒有影片是吧 好他這邊沒有影片 那我們來 直接Google 人家用YOLO V3 用來真實世界的影片 大概準確度有多高 他其實無法 無法播放影片 Gramm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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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more than catch errors WithGrammarly You can Gramm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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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不繼續播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這個 我們修正一下 我們剛剛計算 Average Precision 的過程 然後讓我們 還可以決定 IOU要大於多少 才算成功 這樣我們就可以 輸入 ObjectIOU ObjectProperity 跟NumberOfObjected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 這樣 我們這樣就可以把這個 東西把它算完了 好這樣子的話 我的 IOU 這樣是0.55 這個是 我剛剛的範例 那我現在要計算囉 那 請你 用剛剛的model 你可以用你training 10代的model 也可以直接下載 我剛剛那個training 100代的model 請你去試著利用 Validation的boxInfo 跟你的predictor的boxInfo 來predictor的boxInfo 我現在只有做一個啦 那你可能當然要全做 請你去用這個跟這個 然後去計算出他的 Average Precision 看一下我的那個model 準確度有多高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就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有困難的話 那你就直接貼後面的答案就好了 好那這 這一題啊 我們要算的時候 這個 基本上你就是要把所有的圖 都計算過一次啊 這個要用回圈慢慢算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 算得很快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好首先我一定是要先把imagearray準備好 這樣我等一下還可以一起預測 這樣都會是吧 好那我一張一張圖把它讀進來 全部讀進去了之後 我就可以拿來做predictor了 predictor完之後 我可以得到一個 在decode回來 我可以得到一個predictboxInfo 這個predictboxInfo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它長什麼樣子 好這是不是就是 第幾張圖 然後去預測出來的位置在哪裡 這樣可以吧 這個就是那個propriet 好可是我現在要看看 這個 東西跟我的圓圖 到底有沒有overlap 所以我要一張張 一張張 一張張圖來去計算說 它到底有沒有重疊 這個圖跟我原來 原始的這個圖 label跟我predictor 是不是有重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預測出來之後 這個boxInfo 會被我後面改成一個 是不是多了一個IOU 這個IOU 數值越大 就代表它那個重疊度越高 那0.5為一個切點嘛對不對 那你看有0的 0的代表什麼意思 它沒有中 沒中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 我們現在就把這三個information IOU List出來 Prohibit List出來 再把 Number of object 也弄出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計算 我們的average position 算出來 0.86 非常的準 所以你剛剛已經看到 0.57的 那個LAP 0.57的 到底有多準 對不對 所以0.86 那是一個非常準的IOU 這個AP Average position 所以這個model 其實本來就已經很準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在做物件識別任務中 你覺得最大的問題會是什麼 好我這邊已經寫了 最大問題其實就是類別不平衡 你思考一下喔 以前我們在做 我們 我們在 我們回到這裡 來 這一張圖是不是 這裡是positive sample 剩下都是negative sample 對吧 以前我們在做的時候 你覺得 你要怎麼處理類別不平衡的問題 Oversampling 請問在物件識別任務中 你可以做Oversampling嗎 你怎麼做Oversampling 靠你這個怎麼多抽 你這個 你一張圖 你要他就是一張圖啊 對不對 你這個抽了 阿旁邊的 你抽了這一張圖 你抽了他 阿旁邊的那些negative sample 不是全部都被你帶出來了嗎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Oversampling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辦呢 那 第一種方法 你做Oversampling 好不好 Oversampling就是 我negative sample 是隨便亂抽一個 那 我就跟他比 這樣可以嗎 反正我negative sample 很多嘛 我就做Oversampling好了 這是一種方法 那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 那我就只能夠用 那個權重做調整阿 假如說 這個 我們是 把正樣本加權十倍 對不對 我們前面不是有設一個 比較大的浪達嗎 你這樣可以再調更大也沒有關係 好 可是 如果你 學過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這個呢 我們在DG學習的最後一課 教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有想到 那他是怎麼做的 先 預測一次 預測不準的地方 再去預測 預測不準的地方 再去預測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在訓練過程中 挑男的樣子去學習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那如果已經學的很好 就把他移除了 那這個人 這個人認識嗎 也就是 一開始提出那個 RCNN那個 後來又提出 FestRCNN FestRCNN 一系列那個人 好這個人 他在2016年有用過這個方法 Unline Hard Example Mining 最終效果不錯 但是這個方法實在太麻煩了 那他的同事何凱明 又把他改了 改了一個版本 叫Focal Loss 這個Focal Loss 怎麼做呢 原始的Cross Entropy 這個損失的损失閃數 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Alpha是 權重 又正樣本的權重 你在做 這個 就是 物件識別任務的時候 你鐵定是只能夠用加權的Cross Entropy 你絕對不可能使用Oversimpling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Focal Loss呢 他其實就是在 這裡前面加了一個 1-P的Gamma四方 在這裡加了一個 P的Gamma四方 這個我們來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正樣本 你是一個正樣本 那你的P已經很大了 你的P已經很大 代表你預測得很好了 對不對 那 1-P是不是就會很小 所以這個很小 如果在兩次方 這個是不是就 就幾乎不會學習這個了 那如果你是一個副樣本 你副樣本 這個數字已經 如果已經很小了 這個數字已經 這個數字如果已經很 這個就是 P已經很接近0了 P已經很接近0了 就是你預測得很好 對不對 你預測得很好的話 你的這個東西 那也很小 所以啊 如果你預測得很好了 如果你Gamma 射得很大 你預測得很好了 那他就會比較不學 他貢獻Loss就會很小 所以對於模型來講 如果你選用 紫色這條線 或綠色這條線 大部分的T度 都會有那些 預測不好的 來貢獻 如果你用的是Gamma-0 就是原始的Cross-Entropy 那T度就會 預測得很好的 他還會再貢獻T度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Gamma 射大了 代表的意思是說 我更care 我更care 這些預測不好的部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 Facebook團隊 他們使用Gamma-2 是一個適當的超參數 那我們要實現 其實也不會很難 我們就在這裡 我們把C-Loss Function 把它改成Vocal Loss Function 其實就是加了一個Gamma 加了一個Gamma之後 本來在這裡 本來在 就是 本來 本來在這裡 我們是 直接是 這個加上這個而已 我們現在改成 1-P 的Gamma四方 再乘上Positive Sample 就這個樣子而已 所以 其實沒有很難對不對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 你的 C-Loss Function 改成 這個 這個 Focal Loss Function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好 你現在就寫好 Focal Loss Function 那等一下你就把 那個 Yolo Loss Function 裡面的 C-Loss 改成Focal Loss 就這樣子而已 好 好 你現在就寫好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 Min Square Error MSE的部分 MSE的部分 有什麼問題咧 我們來看一下 MSE有哪一個 相對應的 損失函數 有一下 MAE對不對 MAE這個函數 是不是 這個 MSE跟MAE 差別就在 一個對 一個是平方加全 一個是直接加全 那 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好 平方加全 平方加全比較好嗎 為什麼 因為比較常用 比較常用 欸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也沒有說 誰比較好 沒有說 真的沒有說誰比較好 這個 欸 如果你是用常態分布的話 你 你如果有假設什麼常態分布 那你用MSE 沒有錯 可是 其實真的沒有誰比較好 好 那我跟大家講的是 沒有誰比較好 但是 這個 實際上 我們 在做 這個物件識別任務的時候 大家其實有發現 其實 MAE好像比較好一點 這兩個是可以一個超參數 是可以調的 為什麼 勒 因為是這個樣子 當物差太大的時候 你需不需要做很好的修正 你當然希望做很好的修正 對不對 但是 其實在物件識別領域任務裡面 如果你仔細去思考 他的這個 Average Precision的這個指標 你會發現 他 框拉的太大或太小 他就是一個 Negative Sample 他就是預測錯了 他只要大到一定程度 那他就是 他如果 Overlap到 小到一定程度 那反正他就是 預測錯了 他錯 他錯的再多 那也是錯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他的 他在計算 MAP的時候 不會因為 你的IOU 是0.1 還是你的IOU 是0.9 0.4 如果你是以0.5 當缺點 0.4 跟0.1 意思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 預測錯誤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考慮到這一點的話 其實我們不能對 預測錯誤的框 做太大的懲罰 所以 MAE好像是一個 比較好的指標 可是 MAE有一個缺點 就是 MAE 他的 這個 這個 黑線就是 MAE 他在這裡 T度其實是很不均勻的 而 Square在這裡的 T度是很均勻的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數字小的時候 用 MSE 在數字大的時候 用 MAE 所以你就必須找一個 函數是 他原始是平滑的 但是在外面是直的 你找個這樣函數就好了 這個函數叫 LawCosh Function 你看LawCosh Function 是不是 他一開始是平滑的 但是他後來 往上 就是變成跟 Absolute一樣 對吧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用LawCosh Function LawCosh Function長這個樣子 就是說 Y-YHOT 我先經過 LawCosh Function 再做LawC 處理 這樣子的 這個 CoshFunction 它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 1的 x4 加上1的 -x4 那 把這個數字 經過這個處理之後 再取LawC 那它的函數圖形 就長這樣 那你說為什麼 這個數字 這個LawCosh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想到 這麼天才的東西啊 這個當然都會別人想的 好不好 人家反正就想到 這個函數 他覺得不錯 好 好 那你要把MS1 改LawCosh 會不會很難啊 其實不會 因為 MXNATR裡面本來就有 CoshFunction 你就把 相減之後 Cosh再取LawC 然後再乘上浪打 這就可以出去了 這不會很難吧 所以說 我們這樣又可以把 LawCoshFunction寫好 那這兩個 都寫好了以後 我們請你試著 把前面的 YoloMap 的那個 LawCoshFunction 解釋在前面這裡 你剛剛前面在訓練的時候 這個YoloFunction 你用的是 CE 跟 MSE 請你改成FocalLawC 跟 LawCoshFunction 這樣好不好 那 應該不會很難 再訓練一個 然後看看Performance有沒有上升 好 那其實 就是 如果我們要改這個 語法的話 我們其實只要改 LawCosh的部分 LawCosh 在這裡 你把這個 LawCosh跟FocalLawC 放到 YoloMap裡面 你需要的 其實非常簡單 你是把 剛剛 屬於 CE 跟 MAE的部分 把它改成FocalLawC 跟LawCosh 當然 FocalLawC 需要 額外下一個 GAMMA這個參數 所以你需要把 GAMMA這個參數 拉上來 這樣子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你實際上 你把 Final Yolo Loss 拿到了以後 剩下 你就可以貼前面 Initiate的 這個 Parameter 然後你接著就可以training了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training了 好 這個 這個語法 真的是比較複雜 你看動不動就兩三百 好 但是就是大家如果了解 每一行都在做什麼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難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就不train完了 我就 好 train大概結束了 好那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改進你的物件識別模型 其實你可以調超參數還蠻多的喔 你可以換損失函數 你可以這個 就是 你可以這個就是 改一下就是 呃 就是呃 有些什麼Dropout啊 什麼 正則化超參數啊 還有那些什麼 呃 就是那些 浪打權重啊 什麼的 其實物件識別模型真的不好訓練 要 但是他 最後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東西啦 就是 呃 我們真的是 呃 就是 就是我們真的是 就是可以 把這個 就是東西給他框出來 那這個分類模型 感覺出來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覺得是特別厲害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這個 第四 第四節的部分 那我們這裡要講 尚捷克 的回家作業 也就是尚捷克 有個叫unclebox 的東西 這東西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 我們在最開始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怎麼去 計算 我們看看剛剛的皮卡丘好了 我們怎麼去計算 他的 長寬比勒 我們很簡單 我們是不是使用了 這個 舉例來說 這個是1 這個是1 以這個為base 然後去計算他的 框的大小 好 可是我這邊有個問題啊 那如果今天你的任務 是想要識別人 而且走在路上行人 你覺得人都長成什麼樣子 走在路上行人 他是不是應該都長長長的框 對吧 他是不是都長長長的框 那你這個時候用正方形去預測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時候要拉長的 他是不是長 大部分的時候他的高度都要被拉拉伸 然後他的寬度可能都要被縮小 那你何不一開始就給他一個定義就是 比較 就是差不多的這樣的框 你這樣不是很棒嗎 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最開始的時候我就設定一個 比較像他的框 不就好了嗎 所以這就是 Unclebox 這個Unclebox 這個Unclebox 第一個好處就是 我先指定一個 大小 這樣子我之後在做的時候 預測的可能可以比較準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即使我的框 的這個伸縮 訓練的沒有那麼好的狀況之下 他default那個Unclebox也可以做得很棒 這樣我就只要做平移 跟預測他在哪 中心點在哪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Unclebox 他是有好處的 第二個好處是 如果今天 我在 我今天在前面這裡 我今天在前面這裡 我不是有個成B嗎 我這邊有個成B嘛 成B我上次說什麼 我如果今天同一個 中心點 我想要預測三個框 我說 最開始 我第一個 就是給他最大的 第二個給他第二大 第三個給他第三大的 這樣其實不好學 對MADO來講不好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 對於不同大小 因為你要這樣想 同一個 同一個框出現三 同一個點出現三個物件 的東西 畢竟是少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在那麼少數的狀況下 你還要MADO學到 最大第二大第三大這個邏輯 其實是不好學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EchoBox有另外一個好處 我可以指定 第一個Box 比如說他是人 人我都把它分配給第一個Box 或者是 類似形狀物體的 我都給他第一個Box 比如說他是瘦高型的 我都給他放到第一個Box 那 寬扁型的 我都放到第二個Box 那這樣 汽車可能幾乎都是用第二個Box 來認 但是人幾乎都是用第一個Box 來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樣子 其實放UncleBox 是有好處的 所以我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就可以先指定 指定一些UncleBox 那我指定這UncleBox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 屬於那個 需要用到那個UncleBox的物件 丟給那個Box去處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引入UncleBox之後 Encode跟Decode 就變成了去計算 它跟UncleBox之間的差異 那我們要怎麼決定UncleBox呢 最好的方式是 我們在Training Data裡面 我們先把它的寬度 把它的寬度先取LOG 取完LOG之後 我們還有高度都先取LOG 取完這個LOG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就會產生一個 叫做UncleBoxInfo 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序列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這樣的一個序列 我們要取一個 我們可以取一個 叫K-MinModel 就是我們做集群分析 我們做集群分析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9類 為什麼要分成9類 因為我們的這個 就是YOLO Version Suite 我們要在第一層 最小的那一層 拉三個框 第二層拉三個框 第三層拉三個框 最小的那一層 就是Downsample Size 8倍 16倍 32倍 E序列也可以 32倍的一定是 focus到更大的物件 因為它每個Grid 就比較大 這樣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分9類 那分完9類以後 我們用K-Min Model 分9類以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的 Ankle Box 那我們的Ankle Box 它的長寬 分別是這樣的數字 這個Level 1的 就代表它是最小的 Level 3的代表它是最大的 你看 長寬比較大的 是不是被我放到的Level 3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我們可以可視化 我們的所有邊框組合 好你看到 紅色就是最小的 紅色這個長寬最小的 那你看這個點代表什麼意思 它比較寬 但是比較扁 這樣可以吧 這個點代表什麼意思 它比較 沒有那麼寬 但是它很高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這些 不同顏色的代表 它是不同的Ankle Box 這樣可以吧 那我用 那個 Cloud-Turic Analysis 我就可以把它分完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 我們後面就可以決定九個毛框之後 我就可以把 在Training Box裡面 這個Training Box Info裡面 我就可以去指定 它到底是要跟哪一個Ankle Box去比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要跟你們講 那我要跟你們講 我的Encore的函數 我的Encore的函數 在這裡就有 如果你是要用Ankle Box的話 我的Encore的函數在這裡就可以有 跟Ankle Box去比的Encore函數 那Encore函數跟Decore函數 你Encore函數有用Ankle Box 你Decore的時候 你就要告訴它 Ankle Box 的Default是長什麼樣子 那這些函數 你可以自己試用一下 那我們就不管了 我們就不帶你去Training 到底要怎麼去做 那你可以自己回家試著做 就是你用現成的語法 就是你用現成語法 這裡直接一樣可以下載下來 就是皮卡丘的這個 Object Detection Multi Box 跟Predicted Multi Box的語法 在這裡 你可以下載完了之後 你可以自己放到這裡來試用 就是在這裡 Decate Encore Box 你可以看 它預測 你要Training的Model 你可能需要700多行 700多行 這樣我們就不貼了 好不好 那Predicted的時候 你需要Encore Box去幫你 所以說一樣 你可能會有200多行的Predicted function 總共有1000多行 所以這裡 我請大家自己試一下 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不做了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 是我們今天上課 基本上要上到這裡 那我們等一下還是會留一些時間 給大家去玩那兩個語法 好不好 但你要知道怎麼用毛框 那我們可以試著做一件事情 請你把Model再稍微改難一點 你不要用MobileNet Model了 你可以改ResNet 這樣可能會更準一點 好那物件識別模型 我是覺得非常有趣啦 那這一個是我自己 把它試著用在這個 進擊的巨人 卡通上面的這個 這個我們改的那個模型 用在這個上面 那我們發現 欸這個 這個進擊的巨人 這個是一個漫畫 這個漫畫給這個 真實世界的這個 就是物件識別模型 去Predicted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女主角 她完全看不出是個人 但是這個巨人 你就看得出是個人 這樣說明了什麼事情 如果你有看進擊的巨人 的話你就知道 這個巨人都被畫成像肥宅那樣子 那漫畫裡面的男女主角 一定都會非常帥非常漂亮 對不對 那這個就說明了很多事情 真實世界的人 大部分是肥宅 不然她怎麼會認得咧 對不對 照道理 漫畫她可以全部都不認得啊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有趣的部分啊 那我是非常推薦 你可以做這個 物件識別模型的任務 那我在 這個禮拜五的課 一樣也會有 物件識別的任務給大家玩 這樣可以齁 啊我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 物件識別任務 這個 它真的是很難 就是你剛剛看過那個 真的是很難 那如果你真心想要學 這個就是 學會物件識別模型的話 這個 呃就是 就是你一定是要做過這些 不管是作業啊 還是範例任務 你一定是要做過的 那我們在這個 呃就是 反正我下 禮拜五的課的那個 範例任務 它才是比較有挑戰性的 這個皮卡丘其實太簡單了 他只是拿來做學習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啊 如果你是自費生的話 捐費生就隨便了 好不好 如果你是自費生的話 你要找到 深度學習工作的 前提條件 對 basic criteria 就是 物件識別模型 你要會training 你不會training 物件識別模型 你幾乎不可能找得到 AI的工作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 這是你的at least 那你說at least 是這個 那你還會一些其他的 呃像什麼 語言模型啊 或是什麼 呃那個 對抗生存網路 對抗生存網路不是basic criteria basic criteria是物件識別模型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因為對抗生存網路 在一般的公司 很少 有可以直接應用的東西 但是物件識別模型 完全不一樣啊 走在路上的 什麼自動駕駛車啊 或者是什麼 你要做一個 什麼人臉掃描啊 什麼他都需要 物件識別模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真的是basic criteria 大家一定要好好學 好 那我們就是今天上課 就上到這裡